传说北海有一个海神曾在千年前大战鱼妖为人类平难 人们为了报答海神 每过一百年就会挑一个漂亮的女孩嫁给他 简单来说就是献祭 而阿黎就是这个被选中的女孩 她被村民抬到小岛上随波飘向远方 等她再醒来 竟然来到了一座岛上 岛上还有漂亮的侍女以及雄伟的海神殿 在侍女的带领下 阿黎来到了海神殿 终于见到了传说当中的海神 就是这个浑身绿色的家伙 海神当晚就和他完婚准备洞房 阿黎那是宁死不屈啊 拔出发赞威胁 此时几只案件突然射向他 幸好海神及时拉走阿黎 更是为了救他中了一箭 紧接着冒出几个黑衣人 海神打退暗杀的黑衣人之后 叮嘱他不要去树林乱跑 就睡了过去 来到岛上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既不能乱跑 也找不到出去的路 就连海神也突然失踪了 阿黎觉得十分无聊 这天他在海边捡到一条金色的鱼 而且这条鱼的眼睛还会发光 阿黎觉得十分可爱 于是带回去养在鱼缸里 并给他起名海大鱼 日日夜夜和大鱼聊天作伴 他受伤的心灵也稍微地得到了治愈 没多久海神出现了 并交给他一把神殿的钥匙 但与此同时 阿黎发现大鱼不见了 无论是神殿里还是海边都找不到 失落的阿黎只好作罢 这天阿黎正在沐浴 突然出现一群水蛇围攻他 就在危机时刻 一个白衣美男出现了 他一招就赶走了水蛇 还给阿黎肚气 醒来的阿黎以为这是一个 见色起义的人 可白衣男却说出了许多阿黎的秘密 这些都是他对着大鱼吐露的心扉 原来白衣男就是海大鱼 就这样大鱼继续陪伴在阿黎身边 并且两人渐渐地情投意合 可是大鱼却劝阿黎离开这里 他说这座海岛不是什么神岛 神殿的主人也不是传说中的海神 一切秘密就藏在西部顶层的一间密室 阿黎按照大鱼所说的去到了那间密室 用海神给他的钥匙轻松地打开了门 可进去一看他却惊呆了 里面全是之前被献祭的新娘尸体 原来新娘全部都被海神所害 他还没有来得及离开 海神就出现了 海神眼界秘密被撞破 开始追杀他 一路将他追到了山顶 最后阿黎不慎掉落山崖 关键时刻 大鱼再次出现救下他 大鱼告诉他 所谓海神只是一只半人半兽的海妖 他的新娘全部都会遭遇不测 大鱼劝阿黎赶紧逃离这座小岛 阿黎想和他一起离开 可大鱼说自己不能离开这里 无奈之下 阿黎只好独自乘坐小船逃离 半路上遇到前来寻找他的朋友 可是临走的时候 阿黎又想到了大鱼 他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大鱼 无法割舍的阿黎 最终选择返回海岛找大鱼 两个有情人再次见面 终于不再压抑内心的情感走在一起 可一回到海神殿 他就被海神囚禁了起来 更糟糕的是 很快他就被查出有了身孕 一听说他怀孕了 海神更加愤怒了 甚至还端了堕胎药 让他喝下去 无法忍耐的阿黎逃出了宫殿 在临终遇到了海神的侍女芙蓉 芙蓉带着他来到山顶祭坛 见到了海神的母亲昆族王妃 原来侍女芙蓉是王妃给海神找的正妻 而他们昆族的雌性 天生不能够孕育子嗣 因此才抓取人类新娘 来代替他们传宗接代 一旦昆子诞生 人类母体也会因为无法承受而被撕裂 就在几位长老 娶出阿黎体内的昆子时 阿黎急忙说 这个孩子并不是海神的 王妃一怒 使出飞剑准备刺向胎儿 阿黎赶紧挡在胎儿前面 关键时刻海神出现了 他挡下飞剑 再次转头刺向胎儿 阿黎以为他也要伤害孩子 紧紧抓住海神手中的剑 原来海神就是大鱼 他是故意让阿黎发现密室里的新娘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感到害怕 主动离开 而至于囚禁他 也是为了保护他 逼他喝下的 也不是堕胎药 而是安排药 至于刺杀他们的孩子 更是无稽之谈 因为不刺破结界 孩子就会有危险 阿黎终于明白了一切 可就在这时 他的身形开始消散 他已经完成了使命 就要消失于时间 但很快 事情就有了转机 原来大鱼为了救他 竟然将精魄分给了他 芙蓉吃醋 拔刀准备刺向阿黎 原来他一直记恨大鱼 对阿黎的爱慕 于是一直在暗中找人刺杀阿黎 那也就是他假扮成海神 袭击了阿黎 大鱼出手将芙蓉积成重伤 王妃和长老纷纷震怒 既然已经产下了新的昆族王子 那大鱼和阿黎都失去了作用 王妃立马以大鱼谋反 下令全族擒拿二人 大鱼赋于顽抗 但双拳不敌四手 被捉住 就在王妃准备杀死二人的时候 大鱼献出最终形态 化身巨昆 长老们这才知道 大鱼才是昆族真正的同龄者 是王妃欺骗了他们 为的就是独掌昆族大权 长老们纷纷倒戈 最终大鱼夺回了昆族的王位 而那些新娘其实也并没有死 只是大鱼为了保护他们 才暂时将他们关在冰棺里 最后那些新娘被放回了陆地 而阿黎和大鱼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海大鱼》改编自《聊斋之意》中的一则故事 接着这个IP以及上映前的大力宣传 相信不少人还是小小的期待了一番 但看完之后 电影《浮华道》和《特效》就不说了 这个剧情实在是有不少的bug存在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低配版的《她是龙》 不过介于女主的颜值高 很多观众似乎还是买账的 但是只有颜值就能够成为 国产电影的核心吗 好的剧本和用心的班底 才会做出好的作品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